那董哥当然我们也要讲讲 去做一个对比 现在傅昆琦率领了蓝尾总共一行 17个人到了大陆 马上做出了突破 这个我们事前都知道应该会有结果 那结果来得很快 大陆的文旅部已经宣布了 开放福建民众到马祖来旅游 那这当然有一个前提 就是在平潭跟台湾海上 课病直航恢复之后 来我来念给大家听一下 我们的陆委会 一直被问到底有没有回应 那今天终于有回应了 他们的说法却说 对于陆方今天以附加条件的方式 回应我方全面恢复 两岸观光客组团双向交流的建议 极度缩小开放对象 仅开放福建居民到马祖 却未见金门和澎湖 至于旅行团来台 为何以平潭航线复航为条件 而旅客来源又仅限于福建居民 其他地区也还没有同步开放 相关安排既不符合对等的开放原则 也不是观光旅运的常态 后续呢 当然陆委会交通部会再进一步的厘清 再做出决定 换句话说 我们又给人家捧一个软钉子啊 董哥 我们要表现好像我们 强硬 对我们比较强硬 我们比较 囚在我们这里 对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 他们这些不成熟的人 就是 其实就是扼杀台湾观光旅游业的 这些杀手 那为什么是马祖 因为金门你把人弄死了 两个尸体也不还人家 还要人家来谈判 各位记得那是什么时候吗 2月14号 我们现在事业都快都快过了 我们的政府这么蛮横 那我们的赖清德 准总统 他还提出了什么 他还提出让管碧玲继续留任 说他守护海江好像很有功劳 你把人弄死还什么功劳 弄到现在 这个就没办法再谈下去的一个局面 那金门 金门跟马祖的立委都有 跟护坤级的团过去 金门所以没有 就是因为金门这个事情没有解决嘛 所以本来一定是金门跟马祖 一起要开放 金门就 就被停了嘛 那澎湖呢 澎湖没有派人去啊 澎湖的县长跟立委都是民进党啊 那你没有人派来 我干嘛去贴你的冷屁股 是不是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 所以你看到这样 一般人解读 大概都跟我想了 大概都一样了 那他当然 我马祖 因为马祖陈雪森 立委 他很 希望说能够开放 那这边开放 当然就是一个 一个试探 我们知道其实马祖这边对应的是湖州嘛 那湖州这边中间还有一个岛就是平潭 平潭也是福建的四个大岛之一啊 平潭过去我们台湾这边跟他的往来是怎么样 我们在台北港这边可以坐船到平潭 那怎么坐船 可以把我们台湾的车子开上去 然后连人带车一块去 车子可以在平潭走 那平潭那边现在有非常多的台商啊 他其实因为他是比较往开发的 所以如果去他其实有很多的优势 所以他是当然这个地方就是平潭马祖 然后湖州他就是一条线 那现在平潭他有那个桥通湖州那边非常方便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中国大陆他当然是有一个步骤 这个步骤他给马祖很多的优惠 包括他提出了 包括福建省都提出了13项的优惠 不止这个 那就是马祖人你如果过去那边 你办了一个当地的镇 你坐比如说公交车 或者地铁或者什么样 他都有他的优惠 住离馆也有优惠 凭这张卡 就是说他让你马祖跟福州 所有的老百姓相关的福利是一样的 让你慢慢融入了 那这个其实对马祖人来讲 其实很受用 因为我认识的马祖人也非常多 大家都非常高兴 那当然最高兴的就是 他们的团客可以到马祖了 一年至少5亿 马祖人很少 马祖人很少 马祖平常住大概就4千5千人这样 那他如果这个开放出来的话 因为我们知道马祖的景点是非常美丽的 大家都知道秦币 北竿 这些地方其实都让人家觉得很感动 还有蓝眼泪 对蓝眼泪 然后吃的也非常好吃 我虽然是金门人 但我觉得马祖他的那个条件也是非常好 他的房屋有很多明东的特色 那他还有一些鸟是国宝籍的 很难看得到 那所以我觉得对马祖人来讲他们很高兴 对福州人来讲他们也有福了 就是你可以到台湾这边的一个来看看 过去两边不一样的东西 那对我们金门 澎湖甚至台湾本岛 观光旅游业我们是很羡慕嘛 那当然我们这些人为什么没有办法享受到跟马祖一样的待遇呢 因为民进党在执政嘛 那民进党现在他们当然自己很清楚了 他们现在观光旅游业的压力非常大 就是他们希望政府有更多的善意 可是民进党现在铁板一块 现在铁板一块其实收穿的很简单 因为七年观光旅游业等了八年按捺不住了 他们席开六七百桌请侯友宜到场 侯友宜那时候是候选国民党提出来了嘛 所以民进党就很气啊 就说你们这些人 既然明目张然只邀侯友宜一个人 不邀我们执政党 所以我们变成有点报复的心态 可是这个是不成熟的 因为你要成熟的话 我应该把这些人把他拉拢过来啊 我就营造更好的让路客可以带团过来 你只要维持让路客可以带团过来的话 对岸也没话讲嘛 台湾这边都开放了 可是我们现在不是啊 我们现在开放显后我们提出的是怎么样 直到六月一号又把他扼杀了 他本来已经招团招了非常多的人 因为你选前是讲出这么好听的话嘛 那大家认为说下来就可以了 结果你完了把他扼杀那是为了什么 为了报复啊 所以对观光旅游业者来讲 他们是很生气啊 一个政府拿小老百姓来做报复对象 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们又等了八年没有看到你的善意啊 你一直在扼杀我们 所以这一种就变成 一个执政的政府 少数的政府要跟多数的民意来对干 那我们知道整个观光旅游 它包括餐饮 包括住宿 甚至包括交通 这一东西它涵盖的层面是非常大 很多人都可以受益 可是现在我们看不到了 那今天民党政府如果没有 没有那种私心的话 因为台湾 台湾不是只有IC产业嘛 IC产业是少数人才有的嘛 不到百分之五嘛 那你其他的产业 它95%的人难道不顾吗 因为他们赚的比较少嘛 他们没有办法像护国神山那么神器嘛 那你要照顾是所有老百姓 不是只照顾有钱人啊 所以今天可以看到 民党政府现在所有的发言 都很不成熟 很刺慰 因为他们知道护婚旗要去了 也知道说 中国大陆会丢出一些东西 一些善意 那他们现在就等在那边 酸言酸语 自己做不到 那自己做不到 别人帮你做到也可以啊 对不对 因为我们不管朝野 大家应该携手合作 让台湾人民 购得生活更好嘛 他不是啊 别人做到就不算 那或者在那边酸言酸语 或者要卡 民进党最喜欢用这个卡 那卡住了这么多的台湾人的一些好处的话 那最后是怎么样 马正如时代大家都知道 一个瓦千了 我们很多东西可以销中国大陆 水产农产 那民党执政以后很多东西就卡住了 卡住以后 也是在民党很多人去谈 谈了很多东西 又慢慢的恢复嘛 这是大家手里看到了 所以各位朋友你看到胡昆吉去了 当然 除了那时候时机 因为立法院在开会 他们把这个开会时间把它 把它弄到礼拜六 礼拜天啊 就是说他们去的时间 不影响他们开会 那这个就 比较没有被那么人质疑 那他们还获得什么好处 最简单的讲嘛 我看到了台南民进党长期执政的地方 那些麻豆的农人很开心啊 哎呀 兜了这条通道 我们过去产量构盛 现在产能构盛是个很流行的名词 产能构盛就要销大陆啊 是啊 那销大陆 大陆也没话讲 其实大陆的柚子也非常好吃 大陆很多 那个农产品其实有的不比台湾差 但是你可以去卖的话 多一条通路的话 有而不可 就像我们在讲 而且我们很有竞争力 对啊 我们那些遗产 有那么多遗产的时候被卡住了 对不对 那现在如果可以过去的话 你就多了一条通路 不是说你要全部往那边卖 可是它毕竟靠你最近嘛 你这些生鲜的东西 靠你越近卖过去还是生鲜嘛 那你要去卖进美国 卖进东南亚 东南亚水果之乡 你要卖它什么水果 你要卖进美国 美国那么远 你还有个冷却系统 你要多花多少成本 这个其实用常识想都知道 可是民进党 你怎么讲他都不听 他能够卡你就卡你 那这就是他们执政的奥万